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 它首次出现了发情表现 我们对公猫的要求 首先就是跟我们这个克隆猫的品种尽量一致 再一个就是它应该没有遗传疾病 我们来评价这个克隆动物是否正常 除了看它出生以后从外观看 就是说是否正常 它的生长有没有正常 包括一些分子机制上代谢上正不正常 如果这个猫它不能繁殖的话 我们想要我们这个克隆是失败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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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